這次的影片總共會分成上下部分 前面的三天兩夜我們會自駕遊澳洲墨俄本 再來另外三天兩夜我們會留在市區 玩市區一些壁區的景點 所以這個影片大家可以拆成上下部分來看喔 哈囉大家好我是小資女楊美文 出國小資女遊遊出發啦 這一次我選擇的是澳洲的墨俄本 那墨俄本是位於澳洲的東南方維多利亞省 墨俄本可是澳洲的第二大城市 而且曾經也連續七年獲得世界最適合居住的城市 好出發墨俄本GO 這一次的網卡是買30日台幣999元 而且新加坡跟墨俄本都可以直接使用 那我們剛在台灣出發的時候 他會直接給我們兩張機票 沒錯然後我們有問過行李不用理他 一般來說還是要問一下 因為像如果你轉機時間比較長的話 之前我也有遇過就是去香港的時候要拿出來 轉機的一定要問一下 我們整個行程呢是17個小時 那TACO的呢是有行李有餐點 你的機票是 2萬5元 對我比較晚嗎 因為那個機票就是一個像股票那樣的東西 它就是浮動的價格 我是不是形容的很好 對 如果直飛的話呢 飛機票大概落在可能4到6萬左右 對 等於是9個小時 5萬塊 18個小時 算2萬億 但是如果你是按照我的背包客旅遊的話呢 是13000 所以呢 真的要看大家自己的牌價了 對 可是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取決於你想不想要 想不想要轉機這件事情 喔我自己是很想來玩啦 因為我也是喜歡轉機的人 喔 對 好 那我們現在轉機 time 第一次參與小之旅的阿牧 目前有什麼感覺嗎 那個餐很漂亮 對然後毛毯還要自己帶 毛毯這一起要多少嗎 多少錢 植物園耶 因為這應該是阿牧第一次這麼遠 然後又是臉龐的這樣子 好像對 遠的話第一次搭 這次小之旅就是 不能吃太好也不能搭低騰車 因為我們得要自己去開車 耶 YES 因為我們穿了心桶 我穿很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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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在出國了 你知道因為畢竟你在這邊 你會算是很小隻很瘦的女神 對然後剛走來我看也是 蠻多人關心你的胸前的 沒有啦我剛剛有這樣子 要辣一下 我 如果你在這邊 午夜情日 我是 會告訴大家的 I'm from Taiwan 對 所以如果你有吃到一些 當地的好吃的熱狗寶 對 所以如果你有吃到一些 I'm a Super Star in Taiwan Delicious 對 自己講自己Delicious 可以推給大家 來這個 Rental Cars 我們要透過一個接駁車 在到我們租車的地方 也有比較貴的價格 然後它是在我們剛剛 墨爾本機場裡面 多省了好像2000多塊台幣 這次四天三夜的郊區旅遊 第一站我們來到 位於墨爾本西南方 約75公里的吉朗 吉朗有美麗的海灘 還有羊毛博物館 美術館 吉朗植物園等 有安排來玩的人 建議可以辦日遊喔 決定第一餐呢 來吃超市 剛剛呢 先拿了一袋 11塊 大概台幣230的烤雞 然後呢 小隻女子也佩服 我講過了 第一天 就是到他們的在地超市 買一些吃的喝的放在身上 奶油南瓜 奶油筋骨南瓜 它是Coffee啊 來國外呢 最容易便祕 所以像這種特價的菜 它才一塊錢耶 看起來沒什麼問題啊 很棒嗎 很棒 今天是小隻旅遊的第二天 昨天住的這間汽車旅館呢 算是我們比較臨時找 然後在這附近 我們真的找不到別間 所以其實1400塊呢 這個大小對我來講呢 是有一點點貴的 它的整潔度呢 也不是說非常非常好 那我們第二天的自駕行程呢 我們來到的是大洋路一旅遊 大洋路呢 是位於澳洲東海岸 維多利亞州西南部的 一條沿海的行車公路 那我自己那時候看的照片啦 我覺得大洋路一定要來 第一呢當然就是它 嘿嘿嘿 我那時候查沿海公路呢 為什麼我覺得一定要來 就是它這裡有非常多特色的景觀 我們現在來到第一個點是 Males Beach 我來澳洲當辣妹 真的是辣妹 如果你沒有因為這樣獲得一杯咖啡跟啤酒 我會讓你們檢討 回去再整一陣 EGO ROCK 我們現在這個呢 介紹叫做鷹岩觀景台 我們現在來到的十二門圖 是大洋路非常非常景點的 你知道為什麼它叫十二門圖嗎 十二個石頭 請你不要糾結這些數字 它在以前叫做豬奶小豬 然後在2005年的時候 它其實只有八個石頭 倒塌了以後 剩下七個 然後就把那十二的意思 沒有糾結這個數字 是一個幾百萬年前就串下來的故事 可是它沒有講是什麼故事 它是什麼故事 不要糾結這個數字 不要糾結這個數字 上面強調 我想請問十二是有沒有機會 曾經有十二個過 不要糾結這個數字 那個告示牌有講 我就怎麼信 目前剩七個吧 現在是七個 那就有天剩五分了吧 那還是要糾結嗎 要糾結嗎 用五個啊 為什麼要糾結 來澳洲還可以請 天啊 四千點 安 第二間民宿 讚 一個人九百多塊 這個瀑布叫做 想不到了吧 這個澳洲 我還是安排了爬山 它不像爬山啦 它比較像是一個 國家步道 昨天的烤豬肉跟烤香腸 謝囉 耶 這個是 酪梨墨西哥捲餅 然後裡面有豬肉跟香腸都有 哇好厲害喔 但我沒有撒任何鹽巴喔 酪梨醬 不知道你們有吃到的嗎 沒有任何調味 沒有任何調味 還不錯耶 何謂獨立心與心 就是除了自家之外呢 還要挑戰就是如何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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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奏無極喔 這樣 哇 安全裝置 我按了 它在調了 它就是這個是 你加多少 這個是多少錢 天啊 它就是這樣有野生的袋鼠 一步兩步三步 我們到了 我們到了 它肚子好像有寶寶耶 它在抓羊耶 它在抓羊耶 嗨 你說那個手的嗎 嗯 它的尾巴好粗喔 嗯 好可愛 小怪獸 會不會覺得很可愛 好可愛喔 嗯 我 card個手 好可愛喔 有多少人? 一人? 對 一千 正式結束四天三夜的郊區旅遊 我們的行程大約是這樣 其實蠻隨性開的 看到想停的就停 租車家油錢的費用呢 比我想的高蠻多的 每個人是台幣5837元 其中有1483元是油錢 今天被澳洲朋友帶來吃一大筆菜 歡迎我們的Jack 嗨,謝謝Scarria 看你女孩到摩托車 然後就 咦? 有塵 現在呢,那個AMB&B開箱時間 謝謝金銀河,掰掰 台灣明星Superstar 我們這個房子的位置超好 它是沃爾本的市中心 它大大寫的這樣39 蛤? 走一個 我記得一個1900多 我記得一個1900多 不錯耶 欸,這個也是我們當初 我們 這個好像是 你那時候早要死要活的 欸,這一間很不錯耶 所以我們還有陽台 這在樓的外面 而且你看 你那邊有壞的牛奶 欸 哇 斷住 OMG 阿斯芬一進來呢 就有一個超大廚房 浴室也蠻大的 然後乾濕分離 洗手台也蠻大的 我跟TACO說我的要求真的是可以的話 我希望可以天天煮飯 所以我們需要的是完美的廚房 這我們可以煮泡麵 而且這個不會是平坦的吧 都是的,都是的 最棒的就是 它是兩個房間 對啊 我們沙發可以廢 餐桌區可以廢 還有一個書桌可以廢 在台北的家這樣平時很OK 很舒服的 對啊 這很不錯耶 楊文文的要求就是 一張獨立自己的窗 哇 好感動 OKOK 可以看風景 好,你好好休息 好開心喔 這間AMB 一個人909 市中心耶 耶 市區第一個早餐 今天是一個中西合併 同同伴家 澳洲的牌子 這一罐 台灣的是賣320 剛剛這裡買180 買爆 因為台灣其實算是399 但是因為寶雅在特價320 最後呢,我買了這個4罐 全部都半價 等於買一送一 我們現在來到的是 維多比亞洲的圖書館 那這個地方呢 我那時候在網路上查 它是幾乎一定必來 因為它真的很美 而且因為我剛剛好實際去下面坐著啊 就是那個椅子 它其實不是想像中這麼好坐 可是你坐上去就是有一種 好像要讀書了 對 它是全時薪的木頭椅 很紮實 因為我本圖書館呢 也是前大十名被票選漂亮地圖 可以抬走走 漂亮漂亮 而且剛剛我們發現呢 書櫃 它有照顏色牌喔 這真的是要有點完美屁的人才發現 我跟妳講 誰發現的 他口發現 果然 哇賽 就是很多那個文章啊 上面有打說 來澳洲就要來這間買飾品 因為便宜到你丟掉都覺得不浪費 很像我們在日本新災橋逛的一種 都是這個 我最後決定買這個4個10塊的 我給你看 第一個 小的比較適合我 最後一個 到底為什麼來摩爾本吃呢 一買辣 因為每一個人都一直在說要來吃 對 聽的太多 而且外面還超 中辣的taco 我吃酸辣湯 我吃酸辣湯 喔 湯好喝 真的是在吃酸辣粉那種湯 超好吃 像我這一大碗是20塊 400多台幣 欸 還貴嗎 終於買了手搖引了 然後我們選的這一間是 台灣沒有的 tap tea 我的是 完美的是 我的是 普通 就是西柚一生菌 乳糖 微冰 你剛剛喝我這個怎麼樣 有些學校對面會有那很便宜的飲料 珍奶 一大杯三次喝 就是那個感覺 結果我這杯要台幣150塊6 對 那飛有到非常不好喝 它就是一個 你不應該用這個價格買喝到的東西 哇 可以再過幾天再試試看啊 不喝了不喝了 很貴 早上來到維多利亞市場 專門來吃在地美食 之後會上一支墨爾本的美食分享 歡迎先訂閱小資女楊文文 這張卡叫 MindyCar 公車地鐵 通通都要用 一雙空卡就要6塊 我以為是4塊 我們要做的是這一台 是我們Google上面寫的嗎 對 所以這裡的地鐵並不是我們進來 可能只有藍線或紅線 早安 早安 澳洲一定要來什麼 澳洲一定要來什麼 澳洲一定要看什麼 帶鼠 欸真的 他第一次覺得都是這樣耶 要不然再快問快來 來墨爾本 想要去動物園還是水族館 動物園啊 動物園 喜歡帶鼠還是無尾熊 無尾熊 馬來摩還是馬來膏 馬來摩 馬來摩 對 不是讓我們換的動物園太快了 變軟了 現在要進入水族館區 然後就有網友形容一漂亮體驗 雖然它的水族館是小小的 可是就是你也可以看到這裡就是三大動物園 如果你真的時間不夠 你就來動物園吧 來 來 很像來這裡洋島 對 對 那墨爾本呢 總共有三大動物園 一個就是在市區 另外兩個都在比較郊區 那這個動物園呢 它已經有160年的歷史了 所以園區非常的多 但是你不一定可以在每個園區內 看到所有你想看到的動物 因為它幫動物建構的環境呢 都是滿舒服的 然後比較自然一點 不會說可以把草修得很乾淨啊 為了讓民眾看 他們比較像是動物為主 那我們來呢 剛好運氣好了 可以看到它新動 1到5顆星 推薦幾顆星來 1 2 3 2.5 3.5 3.5 欸我很低嗎 這個行程呢 如果你剛好想要散步 又想曬太陽 真的沒地方去你可以來 但是如果你說沒有來 你會後悔遲嗎 我覺得不會 但是 可以去木炸動物園 太多東西都關起來了 然後跟它很多區域都沒有動了 門票900 喔 是喔 門票900 那我是要去買黑紀念品 木娃買這件 可以買吧 可以 來到墨爾本 當然要去他們著名的咖啡街 兩旁擺滿了露天座椅的餐廳 有一種義大利的風格 我們是隨性攪了一間就進去了 好吃耶 哇它醬味道好特別喔 朝鮮景點齁 塗鴉街 塗鴉街 有有有 非常多人在這邊拍照 嗨大家 那這一次的花費呢 大概是七天六夜 然後三萬三到三萬五之間 那因為我是工作的關係 我當然不是去七天六夜 那如果有去比較多天的話呢 可以再把住宿費啊 往上加 就差不多可以大概算出 你可能會需要花到多少錢去墨爾本 那全部金額的細節呢 我會放在文案底下 有需要的人呢 可以再去點開來看 這一次我用比較不一樣的方式 跟大家結尾 是因為 我覺得我這一次想要分享去墨爾本的心得 大過於我到底花了多少錢 當時呢因為其實我沒有做太多的功課 看到機票價格呢 是自己能夠負擔的 然後呢外加上網查的 墨爾本就是有連長多年居住第一名吧 那其實顧名思義呢 他說的是 最適合居住的城市第一名 我們遇到當地的朋友呢 也是跟我們說 比較少人專程 就是沒有去雪梨啊 或者是沒有去黃金海岸之類的 那其實我們三個呢 都有非常多的朋友去那邊打工度假過 就有非常多的懷念啊 跟思念還有很多那種 私房景點或是美食推薦給我們 但我們實際真的去的呢 其實都是有落差的 之後呢 我們就討論出可能是這兩個原因 第一個呢 就是專程去旅遊 跟你去那邊打工度假或留學 住下來你順便去這些景點 是不一樣的感覺 我自己是覺得如果我住在那邊 週末的時候比較熱鬧 店家也開的比較多 出去走走啊 或是去市集逛逛 我自己覺得心情會是很好的 第二點呢 是我們詢問過當地人 疫情前跟疫情後的落差是蠻大的 因為非常多店家沒開 那我自己呢 有統整幾點 我覺得去墨爾本 一定要有的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要會開車 第二個就是 一定要選對天氣或是季節去 因為我們去的 大概有三四天的下雨 不然呢 最後最後下下線 我覺得一定要有當地的朋友 因為這裡交通費其實蠻高的 那就算網路上說的 你首次刷卡後的兩小時呢 你可以在他的限定區域搭車 超過兩小時呢 會再扣一次 那就會變成一日票 他的車票扣款呢 是有一個額度上限的 但因為市區的景點呢 其實你用走路的大部分都還是可以到 緊湊一點呢 可以在一天兩天之內 把所有的景點給走完 剩下的景點呢 你還是得要搭車或是開車 那費用跟便利性呢 就會差很多 當然有可能是因為我第一次去比較遠的國家啦 很多東西還可以再研究更透徹一點 最近有規劃要出國朋友啊 我會覺得說 搞不好可以問一下當地的朋友 或是在查一些更多的資料 看看你想要去的國家呢 旅遊業目前恢復的怎麼樣啊 也許可以做更多的功課 讓我們旅遊就是更順利 好的 喜歡的話呢幫我訂閱一下 我是小資女楊文文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